本期话题 射精管囊肿什么原因 张志超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泌尿外科主任医师 射精管囊肿 大多数都是一些先天发育的情况 先天发育的话 主要是我们就是射精管道 有些它就分化不良 造成了射精管道囊肿 99%以上的射精管囊肿 对我们的身体没有任何的损害 所以说我们终身都不需要治疗的 我们只是在体检的时候 或者因为其他疾病 我们在做一些影像学检查 比如我们做超声 做CT 做核磁的时候 可能会给你报一个射精管囊肿 一般射精管囊肿也不大 可能就是几个毫米 即使大一点的 甚至一公分两公分 只要射精管囊肿 如果它不压迫我们的射精管 不造成我们的精液量减少 那么不影响我们的生育能力 是不需要特殊处理的 所以说对于我们来说 如果体检的发现的射精管囊肿 我们不必过分的担心 也不用进行特殊的处理 但是有些 这是临床上极个别的病例 那虽然囊肿比较大 那么的话 可能因为后天写医术造成了 压迫了我们的射精管道 影响了我们的排精过程 甚至影响了我们精液质量 影响了生育能力 这时候才需要临床处理